这两个小花小黄已经饥渴难耐了 把鸡架泡一下 解一下洞 狗粮泡一下 肉馅再加点狗粮 然后再来摻点罐头 等了两盆罐头 这罐头里边啥再有 这味儿啊就是香 鸡架摻到一块 十一大群的 哈喽他叫我原来 那么现在啊 这是给鸡架准备的 刚刚鸡架弄了十几个鸡架 然后那个半勺狗粮 底锅罐头 还有一眼膏 满满的一大盆 然后本来小狗可以整体的出来就是吃饭 因为现在打架特别厉害 所以咱们给他就是没有关在一块 三个笼子 一个笼子 一个笼子 因为现在这小家伙 在一块吃饭 这个没吃完就去嫌这个 打架特别厉害 今天基本上是吃饭的时候打架 然后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小狗妈现在瘦是 应该是弄了一点稀 所以咱们今天 专门给大家弄了有点稠啊 弄稠了点 吃稀的是光那个光光看着就是 身上有那个那个肚子啊 但是没有肉 所以现在咱们以后给大家弄这个稠的 弄这个稠的 它慢慢就会那个肚子变大 慢慢就会变得痛 那么现在那个去给大家分配一下 把它们弄了 走吧 现在这些小狗 每次吃的都不少 但是不长肉 因为吃的稀了 所以咱们专门给它弄了一点稠的 吃饭吧 让它们 小家伙吃的嘎嘎鲜 这是两点小母啊 马上吃完 小家伙们吃的 那叫一个嘎嘎香啊 精精有味的 每次小狗吃完东西 这肚子都不小 但是就是不长肉 咱们以后肯定会再不给它弄稀的了啊 小家伙们吃完了 吃完了咱们算下一对 走吧 这是小家伙刚吃完这肚子 特别大 一会儿供啊 这就是一会儿供啊 我发现咱们对 还有咱们 狗厂所有的狗 吃饭那个样子都特别可爱 也特别凶啊 看这个样子吃饭 每次它们 在一块儿吃饭的时候 都会打架 吃完饭就打架 现在把它们隔开了 一个笼子 两个狗 吃完了小家伙 看肚子都吃起来了 咱们让它们回去啊 这两个小花小黄已经即可难耐了 好家伙 这速度 这速度 这速度无敌了 无敌 好家伙 吃饭就是猛 小花这个肚子 小肚子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家盆子真干净啊 看花花的肚子 行了 吃完了 让他们回去啊 这家的肚子 小花跟小王的肚子都不小 吃的 看 这两个小公主 吃的也不少啊 现在这些小家伙都一一的回去了 然后刚刚 那个一打开笼子 这些小家伙直往下出 这家真猛啊 那个咱们刚刚不是喂了那个愁的吗 然后愁的是吃饱了 他最起码先点肚子 也长点肉 喂愁的 那个能让他们壮实点 喂稀的是吃饱了 肚子 肚子是变大了 但是过一会就小了 然后以后我保证绝对会让狗狗们越喂越壮实 不可能再让他们瘦一点了 这点咱们一对也要担起这个责任啊 虽然不是咱们有的不是咱们一对的 但是是咱们全社的啊 然后咱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吧 咱们下期再见嘛 拜拜